有多少很清楚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胡茂協定裡面有談到一個產業的問題 每個產業的影響程度不一樣 政府有沒有審査去評估 然後針對每個產業的衝擊 有沒有提出一些預防保護跟配料措施 有沒有提出來 都沒有提出來 第二件事情比較嚴重說 這個是一種所謂的 嚴嚴的流動問題 胡茂協定裡面最嚴重的問題是 嚴嚴流動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移民政策 這個包括未來台灣聯盟的工作權問題 包括你未來的老闆可是大陸人 包括這些人可能會掌控我們的金融 我們的一些所謂的通路 還有呢 大陸的聯盟呢 如果大家在湧入台灣的時候 他們的工作如果滿市了以後呢 是不是可以取得公民權 公民權代表什麼 代表投票權 知道嗎 那台灣會的政治 社會 因為經濟會動盪會非常大 這方面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方面一定要特別注意